奧巴馬玩急轉彎,出兵敘利亞,射博國會 哇!終於開打了! 你聽下去先吧! 奧巴馬星期六在白宮發表的演說真是玩死人 一開始宣布決定向敘利亞動武 還說一切已經準備就緒 搞到全球的新聞空信社都轉述即將開戰的訊息 怎知他講講下突然轉態 說要尋求國會授權動武引起全球嘩然 事關他身為三軍總司令 有權不用國會授權就可以對外開戰 不過當最親密的盟友英國都不肯並肩作戰 國內又有多達六成的民眾不撐出兵的時候 他肯定是走遮面,把球扔回國會 政治責任齊齊什麼嘛 參議院計劃星期二就授權草案召開聽證會 不過眾議院最快下星期一復會 即起碼下星期才表決到 預料議案在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應該可以順利通過 但在眾議院就充滿變數了 因為民主共和兩黨內部都對出兵出現嚴重分歧 奧巴馬今次不惜削弱總統權力 交出出兵決定權 他一眾心腹或者比外界更加錯愕 因為之前都沒有聽過奧巴馬有這個想法 其實奧巴馬在星期五晚上 和他在白宮南草坪散步之後 就決定要國會授權出兵 並且通知他最新的決定 消息說其他幕僚知道之後都群起反對 怕一旦國會否決 會打擊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領導權 而第二天早上開國安會議時 他兩個和多名高官 在白宮台原辦公室擊變兩小時 部分人擔心今次是輸不起的政治豪道 但最後都一致支持奧巴馬 不過有分析就擔心 如果國會最終表決不出兵 會動搖美國的國際地位 特別是削弱在中東的影響力 亦會顯得奧巴馬言而無信 無力駕馭國會 白宮和國會的關係都會進一步惡化 影響施政 敘利亞國營報章就譏諷美國敗退 副外長更加野餘 奧巴馬明顯到了猶豫和謊亂的地步